大家好 今天我就是在床上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就是分享一个小故事 然后我们就可以睡觉了 然后呢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简单了 主要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核心的观点 视频开始之前 and i'm linda 所以这个视频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点 就是我原先是一个很害怕 高 而且这种高怎么解释呢 就是蛮奇怪的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扶梯 比如说你在 扶梯上面就elevator上面你站在上 比如你你站在上面 然后电梯是往上行驶吗 然后我怕的就是那种我人往后看的那种 就是我人转 转头往后看俯视 那个高度一点点往上增 但那种害怕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如果就是如果我是下往下扶梯往下行驶的时候 我其实不害怕那个高度的 如果大家能理解我在讲什么意思的话 然后我慢慢的也是克服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只是跟大家上来解释一下 我就是确实有去面对到 面对面对这个我的恐惧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当你面对自己的恐惧一点点的时候 整个心里面就会蛮高兴的 然后其实内心的那个孩子也挺高兴我在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只想上来跟大家讲一下说 如果说你下次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恐惧 好了 你恐惧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用我以下这样的话去问自己内心的小孩 愿不愿意去改变 话就是这样 想一想你 你啊克服了这个想一想你学会了之后的那种感觉 想一想你 再也不害怕高的那种感觉 当你站在 当你站在高处往下望电器行驶时候 你你想不想要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你不需要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我曾经也尝试就是问自己就是说啊 你就是要对自己自己内心说啊你就是要改变 哎呀你就是要改变你就是要突破 其实我觉得 这样子的问话 我觉得问话方式 对自己内心深处来说 对自己内心的问话方式 真的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一味就是逼迫他去 逼迫自己内心那个恐惧 逼迫内心的小孩去面对那个恐惧 但是他可能内心 没有那个动力只是可能只是因为 嗯我先头脑点混乱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说 当一个人真正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是因为他 能够看得见那个成果然后 希望这个成果真的能发生所以才会进行改变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克服这个问题的话你先要 不问自己能不能看到 那个恐惧背后的成果 就比如说应该说克服恐惧之后的成果 比如说我很害怕写作 我很害怕阅读 文献啊 reading啊这种东西 这种一页一页的指头 其实还蛮我原先还蛮怕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问话方式就是 最好对自己内心小孩的问话方式就是 跟他说 你 你想不想要之后 能够 能够非常流利的读 能够非常流利的去阅读文章并且能够理解 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去解决 这个觉得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就是别人你们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方式 说实话我其实没有太总结出来这种问题你知道吗 我其实今天才刚刚想明白 所以就上 就记录一下 就 要总结吗 总结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 你不要跟自己内心小孩说这个就是去逼迫他去克服 你应该用一种 那种恐惧背后的成果 来刺激他去 来刺激他去想我真的是否要 怎么说 就说用恐惧 改在改变了克服了这个问题的 的成果 来告诉自己小告诉自己的内心小孩说 你如果克服了问题你可以怎么怎么样 然后去思考你是否需要 你想你是否想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这样子他就会换一种角度我觉得是 一定会换一种角度去想 我到底想不想要成为那个克服了恐惧之后的我 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去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一定要想我想不想 我觉得我好我总结太多了 应该是我想不想要成为那个克服了恐惧之后的我 这样应该是一个比较能够刺激到内心小孩说我想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去克服 所以我要去面对他 这个才是 我觉得 解决之道吧 但看看每个人不一样了 拜拜 回家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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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